大家好,我是陈君 上次课我们学习了传掘代码的预处理 这次我们接着上次的学习 也是传掘代码预处理与执行的方面的问题 然后今天主要是学着一个命名冲突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代码 比方说我定义了一个f等于5 然后呢也定义了一个方形f等于一个函数 那么碰到这种情况 或者说你同名的也有个f等于6 或者是后面右定了一个函数f 也等于这样的东西 像这种情况名字都一样 不管是两个同名的并量还是两个同名的函数 或者并量的函数都同名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会怎么处理它的js在js里面 我们抛开js不说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处理无非就是两种情况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f能可以可以出现在两次 比方说这针对js来说的话 就是在传组的话 就是window对象 作为一个次法 环境对象的话 f 出现两次 2 是不是 出现两次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f只出现一次 那么出现一次的话呢 肯定是有一个覆盖的问题 因为到底随行出现 随后出现 然后到底它一冲突的话 到底怎么处理 是不是 肯定有所策略 是不是 出现一次 出现一次的策略 出现一次的策略 该是怎么处理的 它的策略 那么首先看一下这种两次情况 这种两次的话 依读我们js的精英的话 应该是不可能的 因为不可能说一个bin量 一个 一个符号 g代表的是一个 比方说这种情况 g代表是个函数1 或者是说代表的函数2 或者说g代表的一个bin量的值 又代表一个函数的名字 这个我们都知道 在gs里面是不可能的 所以排除了这个情况 那么就会只有这一种情况 出现一次 那么出现一次的话 它到底是怎么弄的呢 我们学习并程语言的话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学习的话 就要测试 测试的话 既然是要测试 日出领阶弹 日出领阶弹 因为它 它是gs引擎 它帮我们自动弄了 我们是无法参与进去的 所以说你要 证明日出领阶弹 它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我们首先是在第一行代码里面呢 因为日出领阶弹是在函数执行之前 就是在代码执行之前干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直接新写一行代码 等到日出领阶弹完了之后 我们看这个 看这个 看这个输出的结果 我们来判断出 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这里啊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定一个并量 等日五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也写个函数 然后呢 concert.log 再写 那我们保存一下 看一下它的那个润型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就发现了那个alertf的时候弹出来是一个 函数的一个字符上表示 也就是说 在这个阶段的话 它是f有效 f有效的话 依照我们的测试 你会不会认为 因为这个f出现在后面啊 所以它就有效了 那我们把代码调整一下 测试嘛 基本上测试都要各种情况都要考虑一下 调整到前面了之后 我们再保存再刷新 测试一下 发现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说明一个什么情况 说明处理的时候 不是简简单单 这样从上到下扫描 然后后面的代码 如果跟前面的代码 前面东西有冲突的话呢 直接以后面的东西呢 覆盖前面了 解释不是这样出的 因为基于我们这个情况很明显 得出来这个结论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处理的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一个 两个知识点的话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处理冲突的时候呢 它会针对不同的情况 有 不同的策略 就是什么呢 如果是 函数 就是说日数你现在碰到函数的时候 前面已经有了 那么不管前面是什么 它就会覆盖 就是这个 函数声明有冲突的时候就会覆盖 那么我们飞行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的时候呢 如果它是新扫描这个函数的话呢 那么这个函数呢 就会加入到 Windows对象里面去 那么这个地方的结 它F的值呢 是指向函数 再加上你们去 那么接下来 如果是扫描到这里来的时候 就说因为 因为前面 F已经有了 是指向函数 而这个玩意呢 是个变量 变量的话 是冲突了 是不是在冲突 按照我们那个 这里的说话 有冲突的话 就直接忽略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的话 日数你现在的话 碰到这种 情况的话 就直接不管它 此时Windows对象的 F还是指向那个函数 也就是说 还是指向这个 Consollog 111的这个函数 这是这个意思 整个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还有上面那个意思 处理函数是没有冲突 会覆盖 那是怎么提醒的呢 我们就可以再把代码 改一改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 后面呢 继续写一个函数 也叫F 然后呢 在这段代码里面呢 就写个 log 22 输出一个2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Alert 输出的时候 是 222的这个函数的话呢 那就说明这个地方 是正确的 是不是 我们保存 然后还是刷新 测试一下 发现我们的 log呢 的确是222的 说明就是 解析到这里的时候呢 因为前面已经有了这个F 是不是有冲突呢 有冲突的话呢 因为这是个函数 所以呢 就把它覆盖掉了 简单来说 就是这两个软折 其实你要记忆的话呢 你理解了说要记忆 其实归内为一致化 就是什么 在函 在JS里面呢 函数是 第一等的公民 像你这种 这是二等三等的公民 你靠边站 是不是 函数直接把它覆盖掉 记住这句话就行了 这是这个日出女阶段的一个冲突的一个问题 那么学完了那个日出女阶段的你这些知识了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 接下来的第2个步骤就是执行阶段是不是 那个执行阶段到底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们还是以代码来阐述这个问题啊 我最喜欢用代码来阐述 知识点啊 纯靠理论 纯靠说 我觉得学习没什么 没什么直观的感觉啊 那么既然是要分析它的执行阶段 我们就 我就构思了这样的一个 代码例子 比方说定一个病量5 然后接下来呢 我定一个病量6 然后最后呢 我们也 创建一个函数 f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就换一种函数的方式 函数失明的方式 比方说g等方形 然后concer.log g 好 写上这个函数啊 写完这两个函数 然后这两个病量 当然一个有特点是不是 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啊 这个是函数表达式 创建的一个函数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在上面 输出一个alert a 然后 alert b alert f 然后alert f 然后alert f 然后alert f 好 这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再接下来 在这行蛋白里面呢 后面 我们就输出一个alert b 在最后 在蛋白的最后呢 我们就输出一个alert f 我们整个看一下啊 我们在润行测试这段代码之前呢 先整体分析一下 我们所需的 依注我们前面的指示点啊 首先呢 因为gs 它分两步是不是 第一个是日处理阶段 那么日处理阶段呢 它会扫描 用vr 定义的 并量 以及用生命的方式 创建的函数 所以第一阶段的话呢 它就会在windows里面呢 创建一个 加一个成软 f指向一个函数 然后接下来 它还有一个成软呢 就是什么 还有一个成软的话 就是这个a 所以呢 a的话 它的值呢 我们都知道 是undefined 此时日处理阶段 干了这两个事情 而b的话 我们都知道 是不会加到里面去的 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日处理阶段 因为这个东西呢 是非阿生命的一个变量 是不是 虽然它这个函数 是不是 它也会加到这个 里面去 然后它的值呢 就不是指向函数 因为它是以表达式形式创建的函数啊 可以把它生命 当成是一个变量 所以这个地方的值呢 仍然是undefined 这是日处理阶段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命名冲突的问题 没有冲突的话 这就是我们日处理阶段的一个结论 整个它的那个内部的构造 就是这样的三个东西 所以说如果我们直接运行的话呢 就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测试一下 第一个 A等 undefined 这个是我们刚才分析 我们都知道 B的话呢 因为 没有加到词法环境里面去 也就是没有加window这样里面去 所以它直接会报错 整体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报错会影响后面的韧性 所以我们就把它 注释掉 注释了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刷一下 还是A等undefined 然后F的话呢 就输出的是这个 F的一个字符上的表示 这也是日处理阶段的 然后这里Alet的G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什么东西 是个undefined 因为它把它 你可以把它类比成一个并量的声明 它找到了这个G 但是呢值呢 是undefined 而不是一个指向这个函数 这是日处理阶段 日处理阶段完了之后啊 当然这个我们弹出来的时候呢 已经代码已经执行到哪里去了 执行到这里来了 所以接下来 它就我执行到这里来 执行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 这就是 在执行时了 执行到这个A等于5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呢 相当的说 这个地方的值呢 就把它复制为5 这是这行代码执行完 然后后面这行代码呢 因为它执行到这里来了之后呢 它就会往这个里面呢 再加一个b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值6 把它付给这个b 这是第二行代码 所以复制完了之后 你在这里alert的时候呢 就不会像上 刚才这个地方 还不错了 它就直接 已经有了 因为它找得到b 并且值为6 所以这里输出了 就是一个6 那么执行执行这个地方呢 还是我们刚才已经 日处理阶段已经扫没到了 但我们现在没调用它 所以就不用管 不用管它执行到这里来 就像这样呢 这个时候就输出什么呢 很明显了 是不是 因为g此时的话呢 就会 把you undefined 定为指向 函数 所以在这里输出的时候呢 就是g的话呢 就是输出这个 这个字符串表示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结果 这就是它的那个输出的结果 整个的这个就 也就是那个执行阶段 总结来说 如果是在执行阶段而言的话呢 就会把 值真正的 付给去 比方说有 undefined 在日处理阶段找到的一些东西呢 特别是undefined的情况呢 它就会 付给一些值 比方说 a 和g 这里呢 a 和g 一个是负为这个值 一个是负为值向函数 这是日处理阶段第一 这一种情况 干的活啊 干的活 第2个 第2个要干的活呢 就是这个 碰到这种没有用非阿斯命的东西的话呢 它就会加到这个window对象 里面去啊 因为这是在传绝代码 所以它就会加到这个window对象里面去 把它并成它的成员 然后的值呢 一并复值 像这种前面用非阿斯命的话呢 它其实 最终并成a等5 它分了两个 日处理就是a undefined 值行 才把它并成5 而像这个东西呢 日处理什么都没有 到值行的时候呢 一次性 到位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整个 JS传组代码的一个日处理 以及执行阶段的一个分析过程啊 如果你能把它掌握就OK了啊 这是这一个 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内容啊